業術也一樣 就連結語都一模一樣 我非常仔細的看了兩個版本的不同 頂多是你們出國 下半年跟今年的出國活動不同 然後裡面的部分的日期有些修改 更誇張的是 我在往上一個會期 在上一次的報告 同樣的 每一次的報告標題都一樣 內容都一樣 我不知道你NCC到底是 您是怎麼樣帶領NCC的 我們當大學教授都知道 學生如果說每一次的作業都是寫一模一樣 我出不同的問題 他寫的作業都是一模一樣 這樣子的報告 基本上我會退回重寫 甚至給他不及格 包圍 這個是業務架構的部分 我們把監理機關的業務持續性的 那當然委員的各方面的指教 有需要我們改進 我們會去改進 但是說他本來他延續性說架構是一樣的 好的謝謝您的說明 業務架構一樣 就是我們都知道 但是你的報告的內容 你的標題 你的重點會不一樣 而不是說你這架構一成不變 那你乾脆告訴我說 你直接寫廣電三法就好了 你只要寫個電信管理法就好了 這是什麼叫做你的業務架構 那麼接下來我想請教這個主委 您在NCC八年擔任NCC主委五年多 委員兩年多 請問您在這八年裡面 您認為您最重要的建築是什麼 很多啊包括電信部分來講 比如5G的建設 然後電信事業的合併 然後整個廣電秩序的建立 還有這些公平商業界的維持等等 好謝謝 我在想說大家可能不會 認為這些是您的建築 大家一想到您的建築 大概不外乎就是把中間新聞台下架 然後護航進新聞台深社 然後再把華視新聞台上架到20 這上架到52台 這強化共產集團的功能 放任三例入股中加 我想這是一般社會大眾 想到您在NCC主委裡面 但是做過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這個印象 公網集團會上 這個部分好 今天既然我們不審你的這個 提的業務報告跟這個專案提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做些口試好了 請問在整個換照程序的部分 諮詢委員會議 目前的這個委員 你的名單有公開嗎 當然沒有公開 為什麼不公開 這個基本上委員他本來是專業的參與 我們要保護委員 避免外面的壓力 我想在諮詢委員會議 現在已經法制化了 明定在衛星廣播電視法裡面 所有法制化的諮詢會議 委員名單都要公開 包含蘇業會法規會 直接保障委員會等等 我認為你不公開 你不敢公開諮詢委員會議 應該代表你是 這個中間你安插自己的人 你不敢讓這些諮詢委員 這個以權責相符的態度 然後公開自己所做的一個評斷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呼籲要求 你們要公開諮詢委員會議的名單 另外北高刑判決之後 撤銷NCC的處分 請問你們有做什麼處理嗎 委員是問哪一件 中間新聞台 我們上訴了 你們上訴了 你們有仔細的閱讀北高刑判決嗎 當然有啊 然後呢 他裡面怎麼說 你們的109年的一般頻道 換照審查評分標準還在嗎 還適用嗎 這個我們都像的都一樣 這個評分標準都是一樣的 包括各種 像中間的中央台 或是其他新聞台的方法都一樣 北高刑判決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你109年的一般頻道 換照審查評分標準 就是違反了這個換照審查辦法 可是你們卻沒有檢討 而且還這個意義姑息還在適用 我認為說這個是非常糟糕的件事情 而且不要忘記了 北高刑法院判決裡面還有在講 你們準備好了國賠79億嗎 針對國家賠償的部分你們有心理準備嗎 如果說這個案子到了最高刑 這個法院判決你們敗訴之後 陳主委你要負連帶賠償責任嗎 你是主責為什麼會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這個問題 如果委員看清楚 現在北高刑法院已經宣判你們 我們在上訴當中 除非已經被撤銷 而且我們是依法在處理 我們在依法處理當中 並不代表你們沒有這個敗訴的可能 難道NCC內部都沒有準備都沒有思考嗎 如果說你們真的敗訴 之後這國家賠償 通過一樣賠償 你會要負擔賠償責任嗎 我希望NCC這個部分的話 要自己好好回去 趕快做些準備 另外還有針對近新聞台的部分 近新聞台你們當時給了這個 近新聞有12項負擔 12項的保留許可廢止權 你們有一一的去查核 他們是否做到了嗎 這些負擔 這都在討論當中在裡面 好的 請問一下你們 近新聞台現在有駐外記者嗎 什麼叫駐外記者 你說駐外國的記者 是的 來 我們那個請 所以你們是內容處處長 所以主委你連你自己做的處分 你做的負擔你都不知道 這是事務性嗎 這是這麼重要 你今天可以業者這麼重要的 義務這麼負擔 你既然你就會忘記 所以說我跟委員講說 請我們內容處處長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做了這麼多的負擔 做了這麼多的付款 這有什麼意義 對你而言那可能只是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監理的 我們監理的要件 好那請 請業務單位回答 我們都會固定就是在有一些是負擔 有一些是保留許可 我現在問就是說 近電視新聞台 他們有駐外記者了嗎 有記者是那個 是吧 他們每年的駐外經費 有提供給你NCC去查核嗎 經費 駐外經費沒有啊 這個就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 請你回去好好看一下 你組織的負擔 是 你們沒有叫他提供嗎 沒有啊 這個經費 好 你沒有叫他提供 住外記者的經費這個部分沒有吧 我真的希望NCC你回去好好看看 你們當時做了什麼負擔 你們可以這樣子這個放縱 進新聞台 所以這代表你們就是護航 你們寫了一大堆的負擔 寫了一大堆付款 沒有意義 那個只是作秀而已 只是讓大家覺得說 你好像對進新聞台 你有給予他一些負擔 包括我們最近來講的話 像所謂的自播 所謂的爭論節目 這個我們都有去處理 我現在講的不是這個 我現在講的是你每一個負擔 他到底有沒有做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今天還有很多的委員要質詢 所以我希望是不是可以請主席財事 請NCC將進新聞台的 所有付款的執行狀況 都要送到立法院 給每個委員參考 以上謝謝 要送什麼 陳主委 他說你要把這個 今後 你對這個新聞台的部分 要送給委員參考 如果是個案 有營業秘密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送 請問這有什麼營業秘密 你人家公司的預算之幾 這不是營業秘密 我想這委員應該很清楚 這涉及公益 這不是營業秘密 你去看看資訊公開 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怎樣規定 你不要跟我騙 我現在不用再說 不是別人的問題 後委員們針對重點的部分 是 就是進新聞台 每一樣送來的話 確實有點狀況 沒有 我只是要求 針對進新聞台裡面的 所做的12項負擔 以及12項付保留費指權 現在進新聞台的執行狀況如何 我現在是要確定 到底 可以嗎 陳主委有沒有護航進新聞台 之後監督這個 核人項負擔 對 那個每一個 敢提就代表你理會 你根本沒有去查核 你心虛 我希望你可以在 會後的一個禮拜之內 趕快提送 理論上來講 你每三個月都要去查核一次 你三個月的紀錄 你有做出來嗎 我們都有在進行 這樣吧你們會後 陳主委 會後也相同主委 也說明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 他不是只是像我說 你因為我在場 很多人的委員都很關心 所以要所有的報告書 送立法院每個委員一份 他希望我們要確認 委員要送什麼 而且什麼東西 要去處理的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恩委員的發言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你去點 cause 你到了嗎 我老婆 你不icious 我剛請有收看 不知見 開心